山海氣象時間 明天天氣如何 來請教氣象主播 嗨 大家好 晚安 大家好 不管晴天雨天 原始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今天白天各地都還是 艷陽高照的好天氣 但是週五過後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就是天空馬上變成 黑壓壓的一片 午後雷雨是下了起來 而且有些地方的雨 是下得又大又急 對此中央氣象局 也很快速地發佈了 這一個大雨特報 而在上週我們預報過 在關島附近的熱帶新地氣 在今天也形成了 一個新的颱風 未來的天氣是如何 我們就先從衛星雲圖 帶我們的觀眾朋友 一起來看看 未來的天氣變化 首先我們先帶 我們的觀眾朋友來關心到 就是在太平洋上的 颱風的位置跟發展 可以清楚地看到 這個樹立颱風的位置 目前是在日本的南方海面 而且是持續向著 日本的南方來接近 可以看到颱風的結構 零系可以非常地扎實 而且颱風也清晰可見 目前是一個中度颱風的姿態 而未來會持續 向著日本南方來接近 而先前我們也預報過的 這個在蘇立颱風後頭的 一股熱帶新地氣 這樣在今天也形成了 一個新的颱風 叫做西馬龍 而就目前的資料來顯示 這兩個颱風 對我們都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未來就會對日本跟韓國 有直接的衝擊了 接著我們回到台灣地區來看 可以清楚看到 在我們附近的雲氣 其實是並不多的 但是因為中午過後 對流發展旺盛的影響 對流雲包就發展了起來 所以就下起了午後雷雨 而且我們也預估 這種午後雷雨的狀況 會重入夜之後的現在 是延續到明天的清晨 到了明天的白天的時候 天氣又會轉為多雲的天氣形態 但是中午過後 就要注意午後雷雨的情形了 而不下雨的時候 這個紫外線的強度 還是很強的 我們再從下一張的 這個紫外線的預報圖 帶我們的觀眾朋友 一起來看看 這個紫外線的狀況 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台灣的本島 由北向南跟由東向西 全台各地都是紅通通的一片 這也表示這個紫外線的強度 都達到了過量級 當中這個台東線 甚至達到了這個紫色的燈號 這也表示這個台東的紫外線的強度 是達到危險級 雖然提醒大家明天出門 這個防曬的工作就要做好了 但是建議您不法帶把陽閃 在上半天可以拿來擋紫外線 到了下半天就可以拿來擋雨了 而關係完了天氣上的變化 至於溫度上的呈現又是如何呢 我們再重新來講的地面天氣圖 帶我們觀眾朋友一起來看看 今天的最高溫是出現在 新北市的渠齒一旦 最高溫是來到了35.3度 而在我們人口數比較多的 台北最高溫 也有35.1度 是排行第二 而到了明天可以清楚地看到 兩個颱風的位置 會更往北地來移動 而在我們台灣附近的風向 主要還是以西南風為主 所以明天這個白天平地地區的最高溫 預估還是可以達到33度以上 所以提醒大家 這個要適時地補充水分 避免中暑 但是下雨的時候 這個溫度又會略為下降一些 感覺上會是比較涼爽的 至於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蹊蹺 首先來到亞美達烏族人的蘭嶼 溫度是落在25-30度之間 台東的南迴地區最高溫 是來到了32度 注意午後雷震雨 台東市區一帶以及岩平地區 最高溫也有33度 台東的這個重谷地區 最高溫是32度 台東的海岸線最高溫 也來到了34度 注意午後雷震雨的情形 花蓮的南區最高溫 是來到了33度降雨 機會最高有九成 花蓮的中區一帶 最高溫是達到了35度 花蓮市區一帶 最高溫是34度 多雲的天氣 花蓮市區要注意午後雷雨 秀林跟星辰 最高溫是33度 多雲的天氣狀況 宜蘭的大同跟南澳 最高溫也是有34度 注意午後雷震雨 接著來到蘆蓋白灣豬人居多的屏東 獅子牡丹跟滿洲 最高溫是32度 降雨機會最高有八成 泰武來也還有春日 最高溫是32度 霧台三地門跟馬家 最高溫也有33度 同樣注意午後雷震雨的情形 高雄的三個原鄉地區 最高溫是31度 降雨機會最高有九成 加以達里山 溫度是落在13到29度之間 仁愛漁池水裡還有信義 最高溫是29度到30度之間 台中的和平地區 溫度是落在17到29度 南庄施潭跟泰安 最高溫是來到了31度 注意午後雷震雨 環西堅石跟舞峰 最高溫是來到了32度 同樣注意午後雷震雨的情形 回到北部地區 烏來跟復興 最高溫是來到了33度 明年各地白天都會是晴朗的好天氣 但是午後就要注意雷震雨的發生 而且下雷雨的時候 還是要特別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 就盡量不要靠近西邊 以免溪水暴漲帶來危險 另外目前還是有很多的部落 正在陸續地舉辦祭典 而參與活動記得要適時地 補充水分避免中暑 如果發現身體有不適的情形的話 記得也要趕快地來休息 這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氣象預報 祝你一切順心平安 在明天作 Bruce 是可以使用初遊規劇的 誠意